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可以增网一些见闻 那为什么谈这件事情呢 我们先来谈一个严肃的问题 就是小孩子长大了这过程当中 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点的 那么让人家觉得好多事情 像我们前阵子谈到的事情是 有关小孩子的眼睛的问题 那还有就是我们说的 如果晚婚高龄产妇 小朋友会处于早产儿 那如果他的体重不足的话 还会有视网膜的问题 当然这些问题重点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我们宁愿先知道这样的讯息 总比说发生的事情手忙脚乱不晓得 特别有些事情是一出生就要注意的事件 那我们也透过这些内容来跟大家来参考 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追踪小朋友的讯息 其实应该这么说 像我的儿子 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我就出国了 所以我其实在他一二岁的时候 并没有陪在他旁边 然后我们一直注意到 他到了一岁的时候才开始比较会讲话 所以每次我从美国打电话回去 跟儿子聊天的时候 他都会听到我的声音 就发出这声音 就讲不出来 那其实那时候在美国的 我就觉得很焦虑 说糟糕我的儿子不会讲话怎么办 那但是我的父母亲跟我说 有一句话叫做晚提的鸡 会更大字 就是这个台语 所以就自我安慰一下 但是没想到我妈妈是对的 因为我儿子等到会讲话的时候 就开始鸡瓜鸡瓜 那他是双子做的 那嘴巴又很甜 就是填导别人 他都不会觉得有任何过分的状况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觉得很担心 孩子最多大概在一岁的时候 会开始说第一个字 那两岁的时候 就会说有异议的字数 如果你孩子在一岁多 才开始说第一个字 或者到两岁的时候 才会说出字数少于五十个字 或者没有两个字的组合 比如说妈妈 奶奶 那这样就很可能 你的小朋友会有所谓的 说话迟缓的风险 所以请留意一下 这个一定要留意 那几个迷思是什么 我刚刚讲的是 我家小孩到一岁的时候 还不会讲话的时候 其实我很担心 我都叫我妈妈去带她去看医生 那我妈妈就说 碗提的鸡将来会变大只 叫我不担心 那这是最大的迷思 这是绝对要留意的 再说一遍 如果小朋友一岁才会说第一个字 或者是到两岁的时候 他所说的数字还不到 说的字不能连续说五十个字 或者是他连妈妈捏捏都讲不出来的时候 这问题就蛮严重了 那么有六种迷思 最后造成小孩子会有语言延迟的问题 那这个作者是一个附建科组织医师 叫做李洞周医师 他就说第一个迷思 他说他是男生 男生说话本来就比女生慢 那事实呢 三岁前的男女开口说话 跟语言发展速度其实是相似的 除非是自闭症或者全面持缓小孩 男生比较多 所以常看到说话慢的男孩子 是因为自闭症跟全面性的持缓小孩 确实是男孩比较多 但是所以换个角度来说 如果小朋友不要因为他是男生 所以他说话比较慢 就以为是真的正常的 其实不是 不论什么情况下 都是不正常的 第二个迷思是什么 他的爸爸跟叔叔到三岁才开始说话 现在很好 事实上有这种家属时的小孩子 更要留意 就是他的爸爸或者叔叔 三岁以后开始讲话 现在更好 那是运气很好 他可以讲话很好 但是如果遗传到小朋友 可能事情会更恶化 所以他的爸爸到叔叔三岁才会讲话 现在更好 这个是小朋友如果真的有这样的父母亲 或者叔叔到三岁开始讲话的时候 你这个小朋友更要注意了 因为遗传可能会变更好 但遗传也可能会变更糟 另外第三个迷思 就是小朋友不会讲话 是因为他爸爸说台语又说故意 所以小朋友他讲话很难学者 或者说他爸爸就说银语 说故意 所以小朋友不会选择 这也是错的 两岁他说的是单字 所以如果双语单字 也是可以说出五个字 爸爸妈妈 要吃饭 爸爸妈妈我要吃饭 其实都可以的 这没有问题 那英文也是 I want to eat 我想吃饭 都是可以的 那迷思四呢 就是他有哥哥 然后哥哥帮他说话 所以不需要讲话 对不起 其实正常小孩 哥哥讲话 小朋友讲话更多 因为哥哥会欺负弟弟 所以弟弟会讲更多 通常我认识的事情是 哥哥讲很多 弟弟讲更多 两个最后吵起来了 所以正常孩子发展社会行为 沟通不仅是为满足物质欲望 他们也会有社交活动 所以 所以 当哥哥会替弟弟讲更多的时候 弟弟会讲更多 然后呢 最糟糕的迷思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这个是自我安慰 就是小朋友 不爱讲话 或者不会讲话 其实父母亲 坦白讲 会担心 可是呢 要替自己找下台阶 或者是父母亲替他的子女 来下台阶的时候 他就会说出这句话说 他话不多啦 但什么都懂 什么都懂 你话更多好不好 所以呢 这里 如果你的小朋友 真的是要靠 手势跟眼神 来表达意见的话 对不起 你赶快送医院 这个问题并不是想象那么单纯 那最后一件事情呢 是 尽管他已经去拖手六个月了 但学校呢 是不说话的啦 在家里说得更好 那对不起 这叫做选择性肩膜症 这是焦虑症 所以更严重 比如说那个 在学校幼儿幼童啊 然后家长日的时候呢 那照顾小朋友的这些姐姐就说 这个汪先生啊 你儿子在我们家里都不 在学校都不怎么讲话耶 那家里讲话吗 那以为是说 我小朋友很厉害哦 他从小就会选择 接默的权利 错了 这是疾病 事实上必须担心的 他是不是有选择新的接默症 他是一种焦虑症 尽管整体的语言发育呢 可能是正常的 但孩子呢 只在熟悉环境 或少数有亲密家人的时候说话 孩子多数时间是没有说话 导致语言练习 是有限的 将来还会造成语言迟缓的障碍 所以结论 就是两岁还不太说话 麻烦赶快带医他去做治疗 这是有关 就是我们说的六个迷思 最后造成小孩子的言语迟缓 第二件事情 也是很多父母亲的担心 就是他的小孩子书写困难 讲到这件事我很有感 因为我父亲是教国文的 所以我从小就被训练 就是要写大量的毛笔字 其实我的字 我不能自己夸自己的字 有多好看 只是有一次我在当兵的时候 我的连长就对着全连说 说我的字很好看 害我一点害羞 我都不觉得我的字很好看 然后他就展示我写的表格 就是发现到一件事情 是好像是复写一样 就是每个字与自己之间的距离都很紧 都一样 然后每个字字迹都一样 其实讲起来不是要替我自己骄傲 而是从小就写毛笔字 我记得那时候念高中的时候 我们暑假有功课 因为我们老师是一个 国文造诣很强的一位老师 然后有那种中文中师的感觉 然后他就要求我们这些高中生 要去买这本书 叫做资质通鉴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这本书吧 现在年轻人应该都不知道 资质通鉴什么东西 应该来资质通鉴 你听这个名字资质通鉴 就听起来 其实就是一堆古代的故事 确实它就是一堆古代的人写的文章 然后我们要背诵 那老师呢 为了增加我们对于古文的一个学习呢 因为当时的大学年招 录取率只有20% 所以他认为多念古文呢 就是可以增加 就是因为我们当时考国文的时候呢 都要写文章 所以他是为了我们帮助 就叫我们去念资质通鉴 然后为了增加我们学习的兴趣 他要求我们 每个人都必须用手写 抄稿资质通鉴的文章 那别人都有言之笔嘛 我呢 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我是用小凯写 抄写资质通鉴 那当然可能 如果你没有看过资质通鉴的话 一定觉得这什么了不起啊 但是如果你有看过资质通鉴的话 你就知道这真的很了不起 然后写完之后别人教的是几张纸 我是一本 因为那个书法 你小凯书是要一字字写嘛 然后每个有一定格的距离 所以我是一本 我记得我交作业的时候 就看到我们那位老师啊 他其实不太喜欢赞美我 就突然发现他的表情非常愉悦 然后跟同学说 我们说汪杰明啊 哎呀你看 大家都是钢笔字写的 我是用毛笔字写的 现在想想还蛮得意的 好 那书写这东西呢 其实我在想说我退休之后 是不是要开始回到书法人生 有人说常常动手啊 对脑袋是有帮助 就是你常常动手啊 其实手可以刺激脑筋 好 这个是 所以我每次早上在走路的时候 因为年纪大了 所以都要习惯性 早上都要运动 所以我每天走路大概走7800步 就是早上的时候 那一边走呢 就一边动手指 但是这个习惯 在一些小朋友来说 它是很难的 有些小孩子呢 他是有书写困难字 而书写的困难 他的字非常潦草 那通常你用骂他是没有用的 因为他这是一种疾病 好 这是一种疾病 那这个文章呢 是由园林基督教医院职能治疗师 刘英华所写的一篇文章 那这是一个小女孩叫小文 小文的妈妈呢 常对小文说 功课怎么可以写 可不可以写快一点啊 你笔怎么没有握好啊 字标写的 Y7扭8 他是用骂的方式 但事实上呢 孩子读书在写字过程当中 似乎很常出现 让家长不耐烦的情节 书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 沟通方式之一 但现在很多都是用手机了 因此呢 讲到这件事情 我坦白讲 我还蛮强迫我自己的 因为我们上节目的时候呢 我也避免自己忘记 我有一个本子 这本子呢 会做笔记 就是说 因为政论节目有个特色 就是题目 它只给你提纲 所以呢 内容要自己发挥 所以我们就要读很多的讯息 那避免自己忘掉 我就有一个本子 本子呢 就会书写 那重点来了 有时候会想到一些形容词 那形容词写一写的时候 那个字会忘记怎么写 真的就忘掉 真的就忘掉 那我有个习惯性 会强迫去谷歌 一定要把那个字找出来 然后写出来 那现在问题来了 像现代人大部分都已经很少书写内容了 那能写出字来吗 你看得到 看得懂字不代表你写得出来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好 书写呢 虽然在过去的生活中 是一个沟通的方式 那现在可能都用line 或者是用email 已经没有书写的机会 那所以在孩子求写过程当中呢 其实书写是一种学习的表现 那我是那种反对 就是毛笔字在教学过程中被拿掉 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其实我一直认为说毛笔字应该到中学 都要成为课程中的一部分 当然我是个人的想法 但是事实上是有困难 我是真的觉得 就是每个礼拜至少让小朋友 用毛笔字来写字写一个小时 但是因为学校没有规定 那你要要求你小孩做这个事情 也有些困难 好 那这个 这跟去中话没关系 毛笔字其实是可以练手腕的 好 因此书写写字对小孩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那由于书写能力的缺损 比如说字迹潦草 或者抄写漏字跳航 书写力道过重 过轻 字体结构与空间排列不佳 写字容易手酸 都会造成学习效果变差 那学习意愿变低落 自信心也降低了 进而影响到学校的功能性的表现 以及同财间的接受度 所以 这个情况下呢 你要怎么去改变小朋友写字的能力 不能用骂的 那到底要用哪些方式让你小朋友的字 能够变得更好看 事实上你注意看 这些做官的人 特别像马英九之流的 他们的字都特别美 那是练过的 不是天生俱来的 那到底让你小朋友受到哪些训练呢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听个音乐 我们来聊 让小朋友的字也会变得很漂亮 当然将来在很多的方面 你都会发现到他跟别人不一样 比如说我在当兵的时候 连长就什么事情 别人在外面出操扫地的时候 我在连长室写字 这是不一样的待遇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汪杰明聊新闻 确实小孩子书写难看 其实父母亲很忧虑 但父母亲所做的事情 只能用责骂 其实没有帮助的 而且事实上你越杂骂他 他其实压力越大 他心里的压力越大 他跟越没有自信 最后他形成社交的一个困难 甚至造成他学习障碍 这可不是父母亲所愿意的 所以小朋友字机潦草 其实你可以改善 像我的父母亲 我的父亲就要求我用毛笔字 所以我们从小到大就是写毛笔字 而且还因以为乐 就是你把自己写字写 然后看 然后长辈就会赞美你 甚至你交作业的时候都会 大家都很开心看到你的字 非常好看 所以提供六种改变 改善或提升孩子的书写能力 第一种叫做视知觉的活动 这视知觉的活动 有包括以下这四种 包括视觉的注意力 视觉记忆 视觉区变 跟视觉认知 其中有一件事情 很简单 就叫做寻宝游戏 知道寻宝游戏吧 这个应该知道 就是拿一张图卡 然后宝贝藏在某个地方 把它找出来 或者是记忆游戏 拼图连连看 大家来找查 这个也都知道 就是左边图跟右边图 哪些不一样 还有雪花片方块组合 这都是属于视觉 视知觉的活动 你可以试试看 那其实小朋友 在过程当中 是可以得到很大的乐趣 好 另外一个内容 叫做尽端稳定度活动 那意思说呢 就是叫小朋友 可以练习擦地板 或者是墙上贴贴纸 或画画 或者是巧柄 巧拼夹球 还有叠积木 趴姿活动 还有胶水等等 这些呢 都可以提供 小朋友的手腕的灵活度 讲到这件事情 让我印象很深刻 我高雄一个房子 那是我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 买的人生第一栋房子 那时候房子很便宜 跟现在完全不能比 那它是一个三房的房子 小房子啦 身内面积大概是27坪 那以前的公社很少 以前公社才只有十几个 十几坪而已 然后呢 因为我北上搬到了新竹 然后呢 就把那个房子出租 然后那个租户呢 他家里有两个小孩子 那租了十年 那十年后呢 因为我房租都没有调涨 十年房租都没有调涨 那后来就是觉得 好吧 就调个一千块 OK啦 那没想到房客就生气了 他就搬走了 那我就 我十年都没有进去 看那房子当什么样子 然后 就是他搬走嘛 当然就要检释一下房子啦 然后我一进到房子 我简释吓到了 他基本上跟废墟差不多 我第一次可以看到 就是琉璃台可以倒塌 你想像那个状况 琉璃台倒塌 琉璃台倒塌 然后 这个不是重点啦 重点事情是呢 我可以知道他小孩子多高 因为他小朋友从小 就是他经过的地方就 那个墙壁就一条线 然后他长高的时候 又有另外一条线 他长得越高又一条线 所以那个整个墙面呢 变成是一个大拼花 好啦 那个其实粉刷也可以解决 不过呢 话说来我觉得也蛮庆幸 当我看完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也蛮庆幸 我的墙壁呢 也提供了他小朋友 可以避免自己潦草的一个功能 因为他在那个墙壁上做画 好啦 这是题外画啦 所以像是擦地板啊 或者是墙上踢踢植啊 画画 或者是巧拼夹球 或者是累积步 叠积木 叠积木这个已经很久没做的事情了 好 另外一个部分呢 是父亲要做的事情啊 就是跟小朋友玩丢街球 好 跟小朋友玩灼气球 还有串珠 灼色 还有剪刀剪纸 还有动力杀等等啊 动力杀 这个应该都知道了 现在很常玩 就是那个杀是可塑性的 另外呢 就是手腕动作的控制活动 比如说是盖印章啊 撕贴贴纸啊 纸上民工啊 数字连连看 好 这个也是很有趣的 这我幼稚园都有做的事情吗 难道现在没有做吗 好 另外一件事情呢 好 就是虎口稳定 及掌内操作活动 包括丝纸 丝纸片 好 想到丝纸 丝纸片 我就忍不住讲一个故事 我高中有个同学 他是天才 那非常有文艺气质 他写的文章呢 就是 就是好 我本来要讲那个F开头 K结尾 非常的好 就是好字 然后呢 文章写的就是好 而且呢 他就是很有才华 音乐也是很棒 他唯一的可惜呢 是人长得稍微平凡一点点 那他现在是五月天的制作人 各位可以去谷歌 他是我高中同学 他从来没有送五月天的这个门票 他真的非常艺术气质 那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呢 上课我们就听到后面呢 有私质的声音 就是有在私质的声音 然后呢 那老师呢就忍不住了 就停下课程 他说诶 诶 陈同学 你可以不要再私质了吗 然后呢 因为他真的太有艺术性格 你知道艺术性格人 他的行为举止 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你知道他去做什么事情呢 他就非常优雅的 把他的书收起来 然后放进书包里 他就站起来 走人 他说 老师我心情不好 我就想到私质 好 当然他现在是五月天的制作人 五月天能够成功 其实他是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他是我的高中同学 我念的高中呢 是中游的私立国光高中 但是现在已经改名字了 现在已经改成叫中山大学 附设国高高中 是很可惜的 好 那回到这个私质 所以小朋友私质不是坏事 要让他私质好不好 还有柔纸片 柔纸球 还有夹链带 挤痘痘 头前臂 这好多故事 这些都可以让他练习 所谓的虎口稳定 跟掌内操作的活动 那另外最后就是动力杀 看起来动力杀是蛮好的 动力杀可以提供了很多的一些 包括手眼的协调活动 还有手部肌肉活动 都可以用斗力杀来处理 还有黏土 小夹子 夹物 晒衣夹 还有打动器 拧毛巾 这些都可以做手部肌肉的活动 好 所以如果你的小朋友 有所谓书写困难治疗草的问题 那你直接打Google 孩子书写困难治疗草 好 你就可以找到这篇文章了 提供你做参考 或者你可以查询园林基督教医院职能治疗师 他的名字叫做刘英华 好 这些可能是小朋友都可能遇到的问题 而我的父亲就很单纯 丢一支毛笔给我 开始练小凯 好 这个也是一个蛮有趣的方式 那当然我们刚才讲的是 我们在之前讲到的是 0到6岁的小朋友 有关眼睛的问题在上礼拜 那这礼拜我们谈的是 家长的六个迷思 有关很难有语言障碍的问题 那还有书写的问题 但小朋友总会长大了 那长大会有什么问题呢 还有这一样小孩辛苦 当然并不是每个小孩都这样子了 那叫做青少年出现幻听幻觉 那我现在其实很难理解 小朋友还有幻听幻觉的问题 我们那个年代很有可能是因为 我们的这个学习压力比较严重 我们要考高中 高中完要考大学 那比我在早几年的姐姐们 小学还要考国中 像我那个年代就是 的老师都是 刚刚就是教完 就是这个小学考高中的 小学考国中的年代老师 然后他们虽然已经 我已经离那个年代 已经十几二十十几年了 可是我还印象深刻 因为那时候的小朋友 考国中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所以那时候流行打卖教育 所以我们是被打出来的 你知道那时候多恐怖 就是礼拜五的下午都会有考试 然后连续考可能是一个下午 然后老师就坐在左边的角落 然后第二节在考试的时候 老师就会改考卷 然后改考卷 我们一边在考试 就会听到老师突然 喊到某个人的名字 那这个人就要上去领他 第一节考试的考卷 那他会有两个命运 一个命运就是拿了考卷就走 这个很正常 本来就应该拿着考卷就走 要不要猜猜第二个命运 我想你已经知道答案了 就是把手伸出来 那如果考九十分打十下 考八十分打二十下 那考六十分 看打到老师手都断掉了 当然也不太可能这么差 那我那时候已经开窍了 我就突然之间开窍 其实在小学五年级之前 就浑浑顿顿的 是过着一个非常愚蠢的小朋友 反正最愚蠢的小朋友 就是我那一个 反正我做出一些 很诡异的行为 就是了 大概是问题小孩才会做的事情 然后当时小学五年级已经开窍了 所以我第一个开窍数学 所以我是属于就是 老师叫到名字的时候 直接把考卷领回来那一个 那时候小小的骄傲 所以我一直认为说 幻听幻觉这个事情 应该是我们那个年代 学习压力很大 才有幻听幻觉的可能 但是呢 现在为什么小朋友幻听幻觉呢 原来现在小朋友 比我们当时压力更大 我们那时候只有一个压力 就是考上好的高中 考上好的大学 但现在小朋友压力 也包括说我的话 有没有比别人更多了 更好 我的这个就是比更多了 还有我的社区服务 有没有更多了 还有我的学习计划 有没有写的比别人更好 然后我的音乐 有没有比别人更好 我英文有没有比别人更好 我的算数有没有比别人更好 现在小朋友 其实压力更大 然后呢 或者是我的穿着打扮 有没有跟别人不一样呢 因为可能会有人用 这个网络来霸凌小朋友 其实现在的霸凌的问题 坦白讲恐怕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 所以呢 现在青少年呢 出现幻听幻觉的比例呢 坦白讲并没有降下来 某种程度还在增加 好了 但是幻听幻觉是思觉失调症吗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内容 那这边这个医生呢 是中国医药大学新竹复射医院的身心科医生 而这个家医院正好在竹北 竹北是第一个大学的教学医院 然后第二就是台大 那这是什么故事呢 这是一个17岁的少年 他是高中生小雅 在学校时呢 他会不时的有喘不过气来 甚至有恐慌的一个状况 然后呢 他就觉得同学都在背后讨论他的事情 这个他是有女字旁的他 甚至有时候会听到别人在取笑他的声音 导致他开始忧郁焦虑 甚至有自残的行为 因此常常拒学 那当然 其实可能同学并没有取笑他 而是只是听到笑声都会觉得 你在笑我吗 好 那他原本呢 是被诊断为思觉失觉症的 初期 所以就吃了抗精神病药物 但是这个药物副作用非常的敏感 而且呢 他的忧郁跟自残行为 并没有显著的改变 那么经过了近红外光的光谱仪的检测 大脑功能 发现到他市的状况是什么呢 是大脑前额液波型 大脑前额液波型呢 比较是忧郁 还有慢性心理压力所导致的 并不是思觉失调症 那终于知道原因了 果不其然跟我刚才猜的一样 就是这篇文章可能跟你猜的结果是一样的 因为讲这么多 你大概知道答案了 没错 原来呢 小雅国中长期被同学霸凌 即使上了高中 阴影还是挥之不去 常回想起被欺负的画面 甚至在学校有时候感觉到 看到当时霸凌的人 听到他们嘲笑自己的声音 医师判断小雅应该是复杂性的 创伤压力症候群 而不是思觉失调症 那这种这个就直接要执行的治疗 跟思觉失调症是不一样的 所以经过药物整合调整 以及和重复经如磁刺激治疗 对不起 这有点复杂的字眼 那经过这个治疗之后呢 他情绪开始稳定了 而且配合心理治疗 半年后呢 他情绪的状况就稳定了 上大学呢 也开始恢复了校园生活 谈这些事情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在我们现在的小朋友 所接受的压力 跟我们当时的压力不一样 当时我们压力很单纯 就是考学校的压力 现在其实霸凌的问题 恐怕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这个故事我们就谈到这里 如果对这个内容你有兴趣 或者你确实觉得家里小朋友 有幻听幻觉的话呢 就麻烦你搜寻 青少年出现幻听幻觉这篇文章 或许对你有些帮助 或者你可以咨询 中国医药大学新竹腹射医学 身心科医师 这位医师叫周博汉医师 因为这个内容并没有念完 不过提供你做参考 因为等下我们要谈事情是什么呢 要谈一下一个活泼的话题 这话题叫做《餐饮新定我》 先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汪洁平寮新闻 我们刚才谈的都是 小朋友的一些事情 不希望你在开车的时候 有些压力 当然如果你没有小朋友 就把它当作故事来看 但你可能在最近 会有这个压力 就是你要 你如果没有先订餐厅的话 你会发现到 你没办法进去 这次从去年第四季开始 台湾从南到北 餐厅都是满满满 真的是满到一个极致 所以大概定位人员 都告诉你计划 就是定位已满的标准答案 所以你既习惯了 可能又觉得很讨厌 事实上从2022年 第三季开始 国内的餐饮市场 就已经开始快速的加温 那只报连锁业者的业绩数字 2022年的第三季 连锁餐饮龙头王品 其实王品这张股票 是值得可以去关心的 因为它是一个 具有创新的一家餐饮 我觉得好的餐饮的公司 我最近看了一部泰国的电影 它叫做饥饿 饥饿竞争海饥饿行动 那一部电影 我觉得非常精彩 我其实很少看泰国电影 那它讲的是一个女孩子 那她是在家里是炒泰式米粉 类似就是炒米粉 那炒米粉要用到很多手碗的力道 跟大火快炒 那它就被了一个 五星级的一个私人厨房给看中 那这个私人厨房它自己本身是没有开餐厅的 它是专门接受有钱人委托 然后到有钱人家去做外汇 那那个气势非常的惊人 然后他去那个餐厅 就因为他的炒饭的火力很强 所以一个瘦瘦的女生 所以得到这个大厨的一个 这个大厨的名字 这家餐厅叫做Hunger 意思说吃他的料理食物会越吃越饿 就是因为他会用各种非常厉害的手碗 让大家觉得欲罢不能 那当然在画面当中也显示 不论是王公贵族 或者是知名的媒体达人 在吃他食物当中 各种就是狼吞虎咽的表情都有出来 就显示他的食物做得非常成功 然后这位女生就被向重了 他从没有任何背景 一般来说像大型的餐饮院 你可能本身就是必须去 餐饮学校毕业的 或者是你从学徒做起 那他没有经过学头 他就被叫去炒 那第一道考试叫炒饭 他就跟一个就是专业人士 他是著名的餐饮大学的一个毕业生 家庭也不错 那做了一个叫炒饭的比赛 那这个大学毕业生的 做出来的这个炒饭呢 果不其然就是真的 做的是非常漂亮的一个炒饭 上面最后放了一只虾子 而这位女生呢 她做的炒饭很简单 就是一般的蛋炒饭 但炒到粒粒分明 那当然这个大厨呢 就看好她的火头啊 因为她炒饭的那个时候 那个火气四散 很少看到炒饭 还可以炒到这么的这个火气四散 就把它呢就录用了 另外一个那个大学 知名大学餐饮系的就没有录用 那当然这过程的过程是很精彩的 那他就强调一件事情说 其实餐饮最大的特色 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成为大厨 有些人就做成普通的一个厨师 他的差别就是在于 他对食品有一种热情 他要创造出与众不同的食物 所以呢 他最 他的后来这个女生呢 就自己开了一个餐厅 他餐厅名称叫Fran 好就是火焰 好Fran 好就是火焰 那他最厉害的事情就是 他穿着打扮很整齐 就是一个大厨的一个样子 那有一个炒锅 然后在这炒锅里面呢 大火快炒 好那那个架势非常的十足 那他曾经在那个就是 泰国的一个大将军宅里面呢 就是表演 就是大火快炒和牛 好那一片和牛呢 炒的可以变成一张纸 就是炒的非常的 就是嫩度合宜 那那个表情就看着那些将军们 这个表情 就是都是非常的下巴都掉下来的样子 这部电影我觉得值得去看 那当然我先做结论 后来这个 这位这个女生 他在就闯出了一番名号 但最后呢 他决定回归自然 就回到那个 回到他炒泰式米粉 因为大厨跟他说一句话 当你有 当你变有名气之后 你会遇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 我的菜 我煮的菜是不是落伍了 第二件事 我年纪是不是越来越大 那这是题外话 这部电影我觉得可以值得去看 蛮精彩 我很少看泰国电影 但这部泰国电影 因为大部分泰国电影都讲的恐怖片 我不喜欢看 而且他们的恐怖有点恶心 我这我个人看法 有人喜欢看恶心的泰国恐怖片 我不能用恶心 就惊悚 这个字眼比较合理 那其实我这么讲 台湾的餐饮业呢 网品是一个很大的特色 是因为他有一个机制 这个机制呢 就是如果你的员工有idea 而且呢 也能够做出与众不凡的话呢 那么网品呢 就会资助你去开店 当然很抱歉 如果你的店经营不好的话呢 好 那也会被关掉 那网品的做法很单纯 就是当你某个技艺超反 或者你有想法不错的时候呢 你可以提出企划案 然后要求网品资助你 好 然后你去开连锁店 那当然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他会给你股份 所以呢 换个角度来说 你这套系列的连锁店 做得越成功 你的收入跟你老板一样 可以分红 也有股票 股票还可以分红 那当然网品 就在他的这个产业里面呢 就不断的有创新 那不断有创新呢 整个网品的股价 当然就是股王 餐饮业的股王 就是网品 我想他这个霸主的地位 应该是不会消失掉 因为他最强调的就是 所谓的员工创新 那你可以想象这样的氛围 就是如果真的有这套机制 那员工一定不会满意 他每个月薪水就五万块 四万到五万 加班加起来可能六万块 他就可能不会满意这件事情 他会想象有朝一日 他的一个月的收入是 三十万四十万五十万 甚至一百万 因为呢 他只要能够有一个idea 而且这个idea被 王品集团认同 他就可以自己去做一个 连锁店的总经理 哇这听起来 王品当然就会具有一个 竞争向上的能耐 其实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那我谈这些事情呢 是因为事实上台湾现在 已经越来越多的王品了 像比如几个人的例子 最近股价涨到了超过两百块的 八方云集 还有原本就是一个泰式料理 也可以成为连锁饭店的瓦城 那我们知道瓦城 现在已经不单纯 直接做泰式料理了 他现在已经做多元化 那现在还有包括像是豆腐 这也是最新的一个餐饮 那还有包括像是亚洲葬寿司 这是国外进来的 那股价这些都是 已经股价都两三百块的 那背后代表的事情是什么呢 除了我们说一味难求之外呢 事实上呢 这背后也有 因为王品是一个非常成功 结合资本市场跟餐饮 其实在国外这早就不是稀奇了 像我刚才讲的泰国的电影 后来为什么这位女厨师 他可以从炒泰式米粉 变成是一方之霸 其实背后是有所谓的一个集团 这个集团呢 他是专门替一些知名厨师 来包裹他的特色 然后开连锁的这个餐饮 然后让他上市 而且背后有媒体 公关 设计人员 还有专门替这个厨师 设计的一些形象等等 包装出来 然后就变成是一个知名的连锁店 然后股票上市 事实上在国际间早有了 台湾也开始迈向这件事情 就是说你所看到这些战影院 其实背后呢 都有资本市场的影子 因为你要连锁开店 你要开连锁店 你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本 其实做不到的 那如果你回推 其实这部分呢 中国是最厉害的 中国不是有一个咖啡连锁店吗 其实根本就没有做什么生意 但因为选择到美国上市 那美国在早期有一个梦想 中国梦 很多美国人认为 中国是另外一个美国 所以那个地方有14亿人口 消费力增加很强 所以只要是跟中国搭上关系的 股价就会飙到一个极致 所以这家中国的咖啡店呢 他就跑去了 他其实背后也是一个资本市场 提供的 他就去美国上市 然后募了一堆钱 果不其然 经过了财务重整之后呢 他确实现在 在中国大陆呢 确实是可以跟星巴克对决 就是从资本市场渠道前 做快速的这个扩充 那同时间呢 在产品做创新 这背后其实有资本市场 所以某种程度 我们看到的事情是 当这些股票大幅上涨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成绩单 也显示台湾 走进了所谓的台湾 餐饮资本化的一个背后的因子 特别的事情是说 在以目前的角度来看 因为特别是 疫后的一个 暴富性的消费呢 已经让大家感受到 台湾的餐饮业 已经做体质上的改变 那以美国来说呢 台湾就有一个叫做 辉越国际餐饮集团 已经到了美国 它在全美有20家 22家分店 全年营收呢 是新台币高达10亿元 那它现在默默地 回来台湾 广发英雄铁 只要你是做 手摇品的品牌呢 基本上可能都有被它发掘 而且它找的不是 已经成为既成事实 可能100多家 200家连锁店 它找的是那种 只有5、6家的店 但是你的手摇引 已经在一个地方呢 已经形成一个气候 很可能就会跟它去 去美国发展 另外呢 在美国还有另外一家 叫德州凯蒂亚城 它是 这个凯蒂亚城呢 基本上呢 它是专门招揽 台湾的餐饮业区 它是叫做亚洲商城 那据了解 天好运跟这个歇脚亭呢 都已经入住了 而且他们现在呢 派所谓的探子来台湾 希望能够把台湾呢 好复制有特色的餐饮店 引进到这个 休斯顿的新亚洲商城 那Houston当然 明显大家都知道 是NASA所在的位置 其实德州休斯顿呢 也是美国新发行的科技城 有越来越多亚洲人呢 正在入住 那其实背后的因素是什么呢 是因为经过了疫情 美国很多的本土的餐饮业呢 因为疫情关系呢 不知倒地 然后这个店面就空出来了 所以到台湾来争取 能够有复制有特色的餐饮店 那么触手到台湾 所以你如果到了美国 看到跟台湾一样的名字的餐饮店 你绝对不要意外 另外呢 越南现在也非常喜欢台湾 那最近在广东跟广州 一件事情 下一次发财的地方 不在深圳东莞了 下一次发展呢 我们在越南河内建了 那越南现在的餐饮业呢 越南也是很早就把餐饮业资本化 现在呢 也来台湾了 找跟火锅跟水饺类的品类呢 能够到越南发展 那其实呢 我们都讲日本了 日本我们都以为是台湾人 引进日本店 对不对 这很正常 日本早期台湾人很喜欢去日本 随便找一个路边的名字 来台湾卖 就不得了 甚至日本呢 人也认为说 来台湾 你都不用翻译成中文 像日本很上导 今天这个事情是 它的餐饮业呢 比如说到越南 你要翻译成越南文 你到了中国要用简体字 但到台湾你都不用 你直接用日文 搞不好生意更好 其实我说真的 我在路上看到很多的 那个日本寿司 它都是用日文 我坦白讲 我也真的不知道 那个上面写的是什么 可是我周围的人 就可以很顺利的 把那些词捏出来 好 我应该是要学日文吧 那在日本拥有14个餐饮品牌 那叫做BYO餐饮集团 它现在也来台湾找水饺跟面食店 而且它找的都是连锁店 但是你的店不多 大概就是五六家店的 就可以跟它去日本来操作 那这件事情让大家觉得 非常非常的有趣 好 那现在呢 到底台湾的状况是如何呢 事实上呢 在我刚才就以美国德州经营的 凯蒂亚洲城的地产商 就来台招商了 打算寻找亚洲料理来进驻 那这个凯蒂亚洲城呢 事实上呢 从西亚都来起家 全美有20多家拉面小汤包的飞店呢 辉越国际餐饮集团呢 也引进了台湾知名的餐饮品牌 那我们谈这件事情呢 其实要说明一件事 台湾的餐饮呢 已经到了全世界 以后美食到全世界都可以吃 会不会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其实我在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 是说台湾的餐饮股 事实上你可以拿来做存股 因为它已经不是只有台湾了 它可能是全世界 台湾餐饮 真正日上 至于讲那部泰国电影 欢迎大家去看 最后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